回到国内呢要带您关注的就是总统大学 目前蓝绿白似乎出现了各有校长 我们带您看到台湾民意基金 会得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 赖清德他的民调呢 从上一次调查的40%以上 现在呢却滑落了10个百分点 来到了33.4% 而柯文哲是27.4% 仅仅咬在赖清德后面 大约相差是6个百分点 而侯友宜呢差不多是hold在17.2% 在20%上下左右 所以跟上一次的民调相比 看得出来呢赖清德的支持度 重挫了10个百分点 而对此呢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董事长邮英龙就来评估 为什么会掉这么多滑落一程 他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进口弹的争议 已经造成了对于执政党 一些系统性的危机跟风险 也重创了民进党的支持度 还有总统蔡英文的声望 也自然而然 被有执政包袱 现任的参选人赖清德 他的民调也受到影响 竹线拜庙间辅损 离去且有民政 拦路成情 但是竹竹人很多 不到苗栗会太多 妈妈们的诉求是 什么不够 发生的是大新竹高中奏学 权益自救会家长 因不忍新竹高中职过少 孩子得通勤拜公里到苗栗就学 他们特别找上赖清德 要替孩子请命 因为到龙年将有四千三百位 学生面临同样状况 赖清德允诺陈勤 放心上 但不知会不会像日前 他处理党内的性贫世界一样 有效率 尤其跟青壮世代座谈 主动提 强调自己积极解决问题 但选举恐怕并非靠自己就行 最新民调曝光比起上个月突破四成 这个月是三人中唯一下滑的参选人 而且幅度达百分之十 直指拖垮赖清德的就是进口弹风波 只是民进党内似乎不好说 自家人怎么讲都尴尬 此刻问A答B 或许才是上上车 TVB的新闻李明辉善柔陈世民新竹报道 好更深入的政治观察 政治一点迷内幕全透明 我们邀请到我们政治记者风伟 来到直播现场 风伟晚安 大家好 好风伟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赖富民调一滑滑了百分之十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这难道是赖富的民调已经开始逆风 那蓝白河是开始要起风了吗 是 虽然现在农业部长已经换人了 但是受到淡的影响 还是很剧烈的 所以赖清德的民调一路下滑 但是大家在等那个东风 再也好像现在已经慢慢的等到 这一股东风了 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最近的民调 美丽岛的部分 猴是已经跟这个赖 追到非常接近这误差范围之内 那包括这个在ET TODAY的民调这里 猴柯配或者是柯猴配 甚至都是超过这个赖萧配 萧指的就是民进党的萧美琪 虽然他没有公布 不过大家觉得说 好像现在就是定于一尊 他们赖萧配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 感觉没有悬念 对 但是只要猴或柯 不管谁当政的好像都可以压制 不管是现在是领先 或是稍微说一点点 但是都是有威胁性的 那也坐实了之前 国民党主席不断在讲 说不管是赖清德 不管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 其实都是可以赖过赖清德的 那朱立伦一开始被讲出这个话 在讲出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你讲这个话 好像国民党的主导性 完全荡然无存 但是后来发现说 其实他讲这个话 反而是展现出一个 比较高一点的格局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 再也不管是谁出来的话 一定要团结 如果是分裂的话 他们绝对是没有办法赢的 但是朱立伦会主要会讲这一段话 可能跟他后续的一些定位 也是有关系的 是 所以后续朱立伦呢 我们都知道 一直以来他是党主席嘛 不管在初选还有提名当中都展现了一个要角的身份 而且先前呢 风伟是不是其实党主席也有祭出一些关键性挺猴的作用 让这些小鸡们都会归队 那他到底是在估算一些什么呢 大家觉得说过去朱立伦就是精算师嘛 大家会这样开玩笑 但其实他真的很聪明啊 那他会这么做 他先前也抛出了一个联合组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我们出来联合组阁 我们复取责任内阁制 当然这个构想就有可能是跟民众党未来的合作 留下一点点的伏笔啦 但是其实又有一个 讲到国民党内他们的整合的步骤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刚才先话讲到 就是国民党开始祭出了党计 那包括先前对于这个 丁东议长周典论还有中常委周梦荣 说已经跟他们做检举 已经在处理他们跟郭台铭合体的行为 那现在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收敛 包括国民党最早的是中常委范成莲的案子 开始陆陆续续在做整合 那开始马上国民党就很快的收拢 这些挺郭的势力完全就荡然无存 这组织慢慢的回归 包括今天看到他去彰化 后遇到彰化过去就是打不出 打不出他的步调 因为彰化的议长先跳船了 先带谢典琳先跳船了 但是这一次去很明显 大家对他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包括一整天的行程都是有动员的 确实还看到了这个谢典琳的妹妹谢依凤 对 慢慢的都回来了 所以他的民调果然就都已经有起色了 逐渐的回归 那接下来如果万一侯友宜稳坐了第二名之后 那朱立伦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说今天柯文哲访美回来 关键的三十天后 那柯文哲的民调是明显高于侯友宜的 那朱立伦如果他是作为一个 率先释出再也善意的人的话 那他或许有机会在里面扮演一个关键角色 或许未来在阻隔的时候 这个联合内阁就会有他的位置 确实联合内阁究竟是想要拿下这个隔回之手 还是部会首长 让大家感觉都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了 不过接下来呢在野的整合呢 也是近期大选新闻的重中之重 今天呢中广的董事长赵绍康也证实了 9月中的时候曾经跟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来会面 讨论这个非绿整合的问题 而且传出似乎也已经有了时间表 两个人的共识就是等到10月中 泰式明朗之后 会成为柯侯配或是侯科配的推手吗 不过呢赵绍康也强调 他的立场是认为侯友宜绝对不能当副手 接下踩跌绕境郭台铭行程满 还是要拜拜求行安 因为现在传出再也整合没有他 并无常事这个水无常行 所以说总有我们总有自敌之胜之道 上面候选人一直有在保持联系 引用孙子兵法外要防止被边缘化 强调三人都有在沟通 不过知道侯友宜的本命区 郭台铭旁占着有绿营的罗资镇 却不见蓝营明带 但林国春其实来了又离开 郭伴就说等一下郭总要过来 我说郭总要过来 那我比较敏感一点 有禁郭令党技大刀怎能不怕 因为再也整合进入谈判阶段 9月13号赵绍康密会 韩国瑜谈蓝白河 酝酿侯科共推一组人马 来抵抗民进党赖清德 侯伴执行长金普聪态度也软化 但底线是侯友宜不能当副手 共识就是说大概10月中吧 你现在台演太早 侯友宜绝对不可能当副的 比较有可能 侯科配 而且民调侯科配会赢 双方态度坚决 侯友宜为政 整合时机10月中将摊牌 只不过韩国瑜拼在野整合外 赵绍康还要他争不分区 我就认为说韩国瑜应该列为 不分区第一名 韩国瑜六位不分区第一名 起码可以多一百万票以上 要增加蓝营的选票筹码 但侯科配科正营买单吗 目的是胜血的话 那科侯配的胜率明显是高于侯科配 我想现阶段也不必强求 就怕又是蓝营的一厢情愿 双方依旧自己人才能当政 TVB的新闻 董优君李国伟年轩 SNS小组新北台北 请有报道 好确实有蓝白盒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搭配会比较好呢 刚刚赵绍康呢 还有国民党很多党员都说 侯友宜绝对不能当副的 但是我们身上网友老刘说 民调第二名就是正的 而且要以我们TVBS的民调为主 谢谢老刘的台举哦 所以呢 看来这怎么整合呢 也攸关胜选的关键还有蓝白之间的角力了 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还有观察到台湾免疫基金会的调查 也有发现一个这次大选不寻常的案例哦 照理来说风伟每次能候选人这个搭配副手怎么怎么配曝光之后 通常来说都有庆祝行情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郭台铭的郭赖配 似乎没有按照这样的惯例 有庆祝行情百分之零点三趴 零点三趴 那这是不是还在误差值 比误差还更小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说 最新的调查 看到的是说赖配甲他加入了之后 大家觉得说有没有帮助 其实是有嘛 但是有的只有两成而已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那一天 这个郭赖配在脸书上面疯狂的洗版 就是打头阵的时候是还不错 声量有 但是现在拉回来之后 到底有没有加分到 看到好像不管在新闻版面 或者是很多的社群版面 赖配甲好像都没有什么发言权 包括他这是 但是他明天他在桃园会有一个公开的讲话 并且会针对外界对他的一些质疑 会有正面的对决回应 但是在这之前大家对于说 他这个他出现 照理来说应该是吸引很多年轻人的眼球 但是结果做出来的民调 有因龙做的民调 其实恰恰相反 年轻人对他加入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好我们先看整体的数字 非常有只有3% 这很极端 那还有的话大概两成左右 其他的 不太有 大概接近六成都是 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那我们再往下看到 你看其实这个有加分跟没有加分 这个对比也都是很明显 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讲的年纪 所以35岁到45到40多岁的这个区间 其实对于赖佩霞是比较有好的印象 但是34岁以下原本以为应该有在看政治剧的人 或是长辈 以前有在看赖佩霞的人 应该是会比较喜欢他 结果完全相反 对他不了解的人 对他反而是有好的印象 对他了解的人 好像就觉得说这个不是太大的好效果 但是的确因为他在加入了之后 他的一些民调数字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正面 那我们也去问了说 就是在国办那边照理来说 你每个竞选办公室都会做的内参民调 但是在国办这里他们内参民调是没有纳入赖佩霞 为什么呢组合都已经出来了 很奇怪通常你会比较一下说 在他加入之前跟加入之后 before after 很重要 到底有没有 但虽然说现在登记的也来不及了 但是他们是说他们的内部民调都是没有纳入赖佩霞 原因是因为包括赖清德 柯文哲还有侯友宜 都是一个人的头 所以他们没有纳入赖佩霞也是很合理 但其实那就代表说你郭从头到尾就是把赖当成一个 可能随时会离开 所以我就是以自己为主的人 他来就是为了陪我度过这段登记连述的期间 他们其实背后浮现的是这样的意图 但是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来整合 郭伴说他们自己的民调内参民调 跟侯还有科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是双位数 绝对没有各位数 但是这个大家看一看 就是大家选民自己心里都会有答案的 确实 而且刚刚冯伟基有提到 其实连述一定要有副手人选 这会不会是赖佩想要扮演的功能性角色 那我们很好奇的是连述好像跑也差不多 快还一周 还超过一周了吧 那目前连述的情况呢 根据封伟的掌握是怎么样 其实他的南部的连述动作是比较慢的 所以大家起步的时候很多人拍到说 他在南部的连述站 工作人员比连述的人还要多 但是后来郭伴很快就是 就是我们只要有类似的新闻一出来 他们马上就会PO影片给我们看说 很多人大家都很热热 但的确就是站点慢慢开设 之后总是需要一点时间 让大家知道说站点在那里 那越来越多人的去连署 但是目前为止连署一周的时间 郭伴这里还没有正式的对外 来公布他们的连署分数 他们一直说现在目前为止 是在处于一个整理的阶段 就是说我们的连署点还有没有问题要改善 还有没有硬体设施要改善 所以他们对于连署的统计都没有进行 但是通常你在第一周结束之后 就像刚才我们聊到说庆祝行情 你最高的充次期一定是第一周 所以你的第一周应该要有一个数字出来 让大家有点信心 让支持你的人可以让你 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但是他们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规划 而且也说没有讨论到这个地方 但是10月底9月底之前 也就是10月1号之前 会给外界一个数字 但是现在没有公布第一周 庆祝行情过去了 是不是代表说真的就是没有庆祝到 也不知道 就是看接下来的数字来说话 对就像风伟的所观察 现在这个郭赖沛 不管是他们的内参民调 还有连署的分数 郭振英持续呈现盖牌的态势 而究竟呢 这一波能不能打出一个气势 是有名气可用增加郭董谈判的筹码 10月份 风伟要继续带我们了解了 谢谢风伟 谢谢 TVBS的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